大家好,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新活動 話說CAPCOM最近的Skin 都非常好玩 因為有很多隱藏的東西 大家都可以玩 相信大家都可以留意 馬上跟大家介紹一下新活動 這次我們是打鷹的套裝 鷹的套裝 大家只需要上集會所 然後按挑戰 競技場 隨便選擇一個任務 這樣也可以打到大家需要的材料 我自己就這樣看看 其實只不過是武器不同 這三個任務 進入任務 大家緊記了隱藍種子和怪力種子 隱藍藥苑和怪力若苑 因為是免費的 有吃不吃最大惡極吧 話說是吧 還有就是閃光彈只有三個 所以大家如果怕它飛起來的時候 省點花了 只有三個閃光彈 這樣一進去就多吃一個秘藥 對啦 令你的血量和耐力更長 這樣就最好了 因為如果你什麼都不吃的時候 其實是比較辛苦的 比起你吃完所有東西的話 好了 我們完成之後 我們會有一張SFB的票意 這個我們做裝的時候要4張 這樣就可以了 當然大家打完之後可以去攻防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整套的套裝 如果你要製造的話 就要按下最下的選擇 生產防具 就有整套的套裝 選擇那個才會看到的 大家要注意 其實材料只需要4張倦意 狩獵王的硬幣4個 還有P火硬幣4個 櫻火的上輪 其實也不是真的需要很多材料 很快就可以打完 這套裝上次看不到有多少個 這次我們就看到了 頭盔有兩個小孔 然後身上也有兩個小孔 R6成套裝 手套有一個中孔 然後腰部有一個大孔 最後就是腳 也有兩個小孔 其實孔位置也不算少 這次的阿櫻 套裝方面其實也可以使用 因為孔位置也算不少 今天到此為止 喜歡的記得按LIKE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拜拜 成績 作詞 作曲 李宗盛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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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